继意大利之后 瑞士将成为又一个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 不仅如此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与会嘉宾名单上 37位外国元首有11位来自欧洲 那一带一路倡议 为什么能在欧洲收获如此多的支持 今天对话外交官第五季 一带一路大使坛 我们专访到了东欧国家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米兰巴切围棋 作为欧洲最早一批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我们来从塞尔维亚大使的讲述中 寻找答案 这是在数日前的武汉光谷 一天参访 五个高新技术企业 从早上九点谈到晚上六点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巴切围棋阁下 一刻也停不下来 尽管这已经是他一年来第四次到访武汉 但大使阁下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 大使哥小您刚才谈到一年四次来到达后 为什么又来到Hubei这次有什么样的新鲜感受吗? 在中国的中央有很高的技术 塞尔维亚曾是前南斯拉夫加盟国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曾派访问团去南斯拉夫取经 当时很多国企的先进设备都来自塞尔维亚 两国间的友谊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包括巴切维奇大使本人 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钢铁班这个词 问是有关键 不想问有多少国有大大 或者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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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多少国家 或者有多少国家 这问题是友谊 我们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 年轻的年轻的年轻 永远没有这些友谊 如今角色调转 合作延续 2009年塞尔维亚成为中东欧地区 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2012年中国和中东欧国家 开启16加1合作机制 塞尔维亚成为积极参与者 2015年塞尔维亚又成为第一批 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的国家 这次来武汉 为了推进两国的合作 巴切维奇大使本人 也化身招商大使 巴切维奇大使 在中国投资介入之前 塞尔维亚境内的高速 还都是前南斯拉夫时期修建的 连接匈牙利的匈塞铁路 时速不到100公里 塞尔维亚由此也被排除在 欧洲快速铁路网之外 境内最大的钢厂 斯梅戴雷沃钢厂 连续7年亏损 一度接手的美国钢铁联盟 在2012年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 把它还给了塞尔维亚政府 在巴切维奇大使眼里 正是一带一路倡议 给塞尔维亚带来了转机 说起具体的合作项目 他一口气连说了好几个 那些中国注意力是好的 它en事業 中国中国导 aplこのように 《链補は某・域спルe》 链裘、鈴鹿银 成型的重複製製自val 中国导兵製製製製製製造成型 是西安威亞的最大的工廠 是燃燒電汽車 也是中國公司 如今 中國公司修建的鐵路 不僅貫通塞爾維亞 還將其與周邊的黑山 馬其頓等國連接起來 連續虧損的斯煤帶雷沃鋼廠 在被中國收購八個月後 也實現了全面盈利 保住了五千多名當地員工的飯碗 在巴切維奇大使看來 一帶一路建設 在歐洲取得成果最多的國家 就是塞爾維亞 而塞爾維亞也留下了 中國企業的多個第一 中國企業在歐洲建成的第一座大橋 澤蒙博爾查大橋 中國企業在歐洲建的第一條高速 一763公路 中國剛起收購的第一家 境外實體企業 斯煤帶爾沃鋼廠都在塞爾維亞 這是一個全球的計劃 它是從中國的計劃 這個計劃也必須要等待 因為這就是唯一的真正 這個全球的計劃 《步驟》 是歐洲建設的歐洲 在全世界的歐洲 在這條路上 讓它們認識自己的興趣 讓它們參與這個計劃 過去六年 中在兩國貿易額 年均增幅55.7% 去年 在塞爾維亞註冊的中國企業 達到幾千家 但在巴切維奇大使眼裡 這一些還不夠 塞爾維亞又把目光 瞄準了中國的中小企業 這東西是給您 在這裏有少許 例如說是少許的項目 在某些項目 像是我的項目 或是其他某些項目 是少許的項目 這是大項目 這是大項目 而在這裏有興趣 那些大人是滿足的 他們能獲得從小的 那是一定會成功的 而SRBIA 會有助於更多的 而是更多的 和SRBIA 從三個市場 從三個市場 從三個市場